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白石从小生活在水塘边 常钓虾丸 青年时开始画虾 四十岁后 临摸过徐蔚 李富堂等明星画家画的虾 六十三岁时 七白石画家已很神似 但还不够活 他便在碗里养了几只长臂虾 置于画案 每日观察 画虾之法也因此而变 虾成为七白石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之一 七白石画虾已入画镜 在减括的笔墨中表现了有益水中的群虾 七白石掌握了虾的特征 所以画起来得心应手 他画虾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写意的画 因此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失误的情况 比如说他笔下的虾后腿是五只 而现实中的虾腿却多大十只 还有就是 虾的眼睛不是圆的 而是横的 七白石画虾确实和一般的虾不一样 在观八十岁时 他画虾的图 会发现虾往往会少了两斤 难道是其老年迈 不知道虾到底长什么样了 但七白石如此明显的失误行为 却让他成为国画大师级人物 看到这里 有些可能就明白了 这就是大写意的一种画法 大写意艺术追求的就是神似 而非对形的真实描绘 七白石不仅运用了大写意 他还通过日常的作画经验 得出了自己的绘画理念 叫做似与不似之间 正是这种绘画理念的引导 不仅是画虾 他在画其他植物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第一印象就很简练 但是却十分生趣 可想而知 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程度 七白石是经过了很多次尝试的 而九十多岁的七白石在画虾时 更是对虾的动态掌握得十分巧妙 那个时候 只有他一人这样画虾 七白石在画中的追求 与他对人生的追求一样极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